我自己覺得就是一進家門 最特別的就是馬上就直接看到這個格柵門了 格柵就是日系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Couture Moon就是也很適合日系的風格 然後配上背後的木柏葉蓮 木柏葉蓮應該是喜歡日系風的人 都一定會很想要先考慮的一種穿簾形式 這次要來改造的是一個 客餐廳、主肉室跟客房的空間 那這次男女主人他們喜歡的風格 是比較木質日系的感覺 而且他們是真的平常就會很喜歡去各種 日本溫泉會館居住 所以他們喜歡的日系風格 我覺得是真的比較道地一點 甚至帶有一點的長翼感覺的日系風 所以在Decopy的選擇上 我也會選更多的那種竹類、藤邊類 跟木頭類的小物 那其實今天我們來拍攝影片的時候 他們已經居住一段時間了 所以等等在Room Tour的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他們的個人收藏品 那我們就馬上來一起看看這次的改造吧 早安 你今天穿的比較不一樣 你今天穿的也很不一樣喔 我今天要拍攝是一個很日系的風格 我們今天都穿的比較日一點 應該要讓大家看看你今天穿的多帥吧 這位底下一卡就好 有有有有有有 沒錯就像你說的今天這個風格是比較日系一點的感覺 應該在玄關就可以感受得出來吧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進家門 最特別的就是馬上就直接看到這個格柵門了 格柵就是日系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我覺得一進這個家 馬上就有那個日系的氛圍感出來了 欸我覺得怎麼辦 我覺得今天第一個地方玄關我就可以講超久的 我超多想分享的東西咧 那就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做介紹吧 好那首先呢 我們進玄關就會看到我們的鞋櫃組 其實這一次這一邊玄關區域還有一個開關箱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拍拍手的方式把開關箱給藏起來 那這個地方呢就剛好做一個高低貴的設計 所以這邊也可以當一個穿鞋凳的感覺 你就可以坐在這一邊穿鞋換鞋 那底下我們一樣有做一個架高的流空 所以你一些比較常用的鞋子就可以留在下面 欸講到下面的人就可以看到 你有發現這邊的地板有用不一樣的顏色嗎 有是要剝落程序嗎 沒錯 而且其實這個是這兩個地板材質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實術地板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鋪地板 但是想要做出弱程序的感覺 除了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的地板往後一點再開始鋪 然後前面是保留原來的尺磚之外呢 也可以像這次我們的手法 就是你一樣也用實術地板挑另外一種花紋來鋪色 就會有不一樣的花紋拼弄出來的感覺 那鞋櫃的部分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檯面上這邊的小屋太值得跟你們來分享了 這邊我會說是我和屋主聯手一起打造的區域 你看得出來哪些是他的東西 哪些是我買的嗎 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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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鳥居嗎 沒錯 因為卡納赫拉就是女主人喜歡的那一個角色 然後但是他說這一個公仔跟外面這一個鳥居是分開來的 然後他自己把他們放在一起 超可愛的耶 就很像卡納赫拉帶著P主去鳥居玩 然後旁邊這個小豬也是他自己擺的 真的很像他們在互玩 那哪些是你自己買的 你幫他們買的 啾吉 這個小台燈 發財樹 然後還有這個鑰匙盤跟這個木架 所以其實算是一半一半吧 像這個現香就是他們地板就蠻喜歡點現香的 而且你現在聞這個味道你有沒有覺得很適合這個空間 我覺得一進來就有一個很殘異的感覺 對 你知道這個味道他們是怎麼挑的嗎 他說因為他們很喜歡去住那個日本的家賀屋 然後就特別去查家賀屋的那個現香味道是什麼 然後找出來的 所以竟然就很像進到哇日本的溫泉飯店 餐廳就這一邊我覺得最主要的當然就 還是有收納的問題要考量啦 所以首先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一整面的收納櫃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區域還蠻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這邊我們就是用現成的家具去把它完成的 那首先下面這個矮櫃呢 就是特立屋的餐邊櫃 然後它的收納功能性算是蠻完整的 就是有這種開門的啊 也有小抽屜 所以我們可以放一些茶包等等的 然後也有中間的開放格 可以拿一些比較好使用的東西 然後檯面上呢 我們就是放小家電啊 咖啡機啊等等的 然後跟水果盤 我真的很喜歡買這種木丸來當水果盤 然後也很適合放一些就是中小型盆的植物 調味罐架等等的 那上櫃的話呢 是IKEA的BESTA系列 BESTA系列的特色就是你可以 選擇你想要的櫃體顏色跟門片樣式 所以我這次選的是木紋的櫃框跟白色的門片 那門片中間是有藤面的 一個就是去呼應下櫃一樣也是這種木紋框 然後白色門片 另一個就是加入比較日系的這種藤邊元素 那因為這兩組櫃子的寬都不一樣嘛 所以加在一起以後 我自己就是有在另外加兩個白色開放式的橙板 就可以放它收藏的茶具出來 來到餐桌區 你有沒有看大繞城那一集啊各位 資養和國人 沒錯我又跑去資養和儀探買了這些點心過來擺 因為我覺得好適合他們的風格喔 然後擺在這一種方形的盤子上也很適合 我還放了這種就是竹墊子 就很有那一種很日系餐飲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知道他們很喜歡喝茶 所以我特別幫他們挑了一組茶盤組 這個很酷耶 就是你知道這個下面你有時候倒茶 不是會濾茶濾水嗎 你這個水倒出來以後 積在這個盤子 你再把盤子裡面的水倒出來 就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旁邊有這一盤蘭花 蘭花的話其實是屋主指定我要買的植物 然後本來我們是想放在玄關 最後擺一擺一擺 我覺得在餐桌上這裡比較好看耶 所以我就擺在餐桌這一邊 然後我這次回來以後發現 他還是維持就是我當次的餐桌擺設 我就想說他應該是蠻喜歡的 疑問之下原來是 他常去的那個飯店的合室進去以後 他們的桌子也是這樣子的白色 他就覺得他太喜歡 就是很像去那個飯店的感覺 所以他就保留了 除了餐桌上面這件小物以外呢 我自己覺得餐廳區還有幾個 靈魂角色要跟大家介紹 首先呢就是餐桌上面的吊燈 一盞東西 這次用的是七目白色的一盞東西 這其實是業主指定的 他也是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發現他很喜歡這個單品 然後就請我一定要擺進來 而且特別指定要白色的款式 我覺得白色放進來就是很簡單俐落 很好看 然後除了這個燈以外 我還有一個很喜歡的是 那個時鐘喔 這壁掛的時鐘 他就是有那一種方格紋的玻璃 然後裡面有那個鐘擺 會一直晃來晃去 我覺得超有FU的 而且尺寸就是也蠻剛好的 要不要猜猜看我在哪裡買的呢 你已經知道了 看觀眾猜 或者是在宜得利 我真的覺得宜得利是一個很值得挖寶的地方 就是有些人對宜得利的印象 可能會覺得好像都是比較偏那種實用型 然後可能比較簡單一點的樣式 但其實他也會有一些這種我覺得還蠻特殊的造型 然後值得去挖寶的 那客廳的區域呢 首先沙發是屋主他們自己挑的 那我就是幫他們挑了抱枕 跟一個小編機 因為覺得客廳區不是很寬敞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另外買一個插機 想說小編機這樣子也比較有彈性一點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次的編機 我們就也順著我們的隔間隔閘 就是挑這種隔閘造型的編機 那我自己發現他們有好多這種 就是小杯子組 放在這個編機上面 然後抱枕的部分呢 有沒有發現會挑的顏色比較特別一點點 就是挑了一些比較挑一點的顏色 那主要是因為客廳這個區域 其實他們也有放一些他們的公仔啊 小收藏品 顏色比較繽紛一些 所以就想說我也挑一些比較繽紛一點的抱枕 背後的東西好酷 我背後的東西 我覺得他是客廳的靈魂 這就是屋主的收藏品 就是他的拼圖喔 我覺得擺在這邊 那整個產業的感覺都出來了 就很有氛圍 欸一樣是客廳區再換了一個坐的地方 客廳這一邊就是這次還有做一個臥榻 所以其實沙發沒有特別挑很大 但是有做一組臥榻 我覺得這樣子的優點是朋友來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子圍一圈做 也不一定都要擠在沙發上嘛 然後其實臥榻這裡呢 我們也有特別做一些 就是掀蓋式的收納 所以你眨屋也可以藏在下面這一邊 然後配上軟墊 其實這個區域我覺得也是蠻舒服的呢 那除了這一邊坐的地方以外呢 這組櫃子旁邊還有一個高櫃配上玻璃門 可以來放他們的展示品 就是來放他們的公仔啦 那男主人喜歡的是鋼彈 女主人喜歡的是卡納赫拉 可以想像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的感覺嗎 就是像這樣子 超可愛的欸 我覺得他們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本來以為他們可能會一層都是卡納赫拉 然後一層都是老公的鋼彈 結果他們都把它拼湊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也很有趣 那這一邊沙發區呢 我背後這一個窗簾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用的是蜂巢簾 那這個區域為什麼用蜂巢簾呢 主要是因為客廳類的地方 其實採光算是蠻好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客廳就是想要好好的放鬆啊 可能不想要直接被外面看到 想要保留一點隱私 所以蜂巢簾的優點就是我們可以這樣子用上下軌 你就可以把蓮子放比較窗戶的中間 或者是偏下面一點點 就不會這麼直接的看到外面 但是又可以讓光從上面透進來 而且通常就是單層的 所以比起一不一殺的蓮子 這一個沙發區它可以保留的空間就會比較完整一些些 那沙發區因為在窗邊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放一些小植物 像這一盆兔角爵 也是我自己覺得很喜歡的 蠻適合日系風的植物 配上摩卡色的盆就很有feel 下一個介紹的空間 我們來介紹客房 今天這個區域說是客房嗎 我自己覺得比較算是一個多功能的一個房間 就可能平常他們自己有時候會做運動啊 想要放鬆就會在這個區域 所以這邊有一些染骨頭 然後如果客人來的話呢 他們就是有準備一些床墊啊 有收在這一個收納櫃裡面 就可以拿出來做使用 所以其實這邊的收納很重要 就是這組櫃子我們做的很寬 然後也蠻深的可以收很多東西 這邊收了除了剛剛說的床墊 還有心理箱啊 跟吸塵器啊那些清潔用具 然後跟一些換屆的衣物 全部都收在這一邊 所以這組收納櫃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收納空間 你叫外送嗎 沒有啊 這是誰 你去看你去看 什麼鬼啊 外送喔 有外送 來你拿一下喔 有人要轉達你們一句話 這裡說因為他的廣告腳本寫不出來 所以把你挑了幾樣商品 然後你們挑一樣花30秒的時間 就介紹給觀眾 喔 好 加油 有緊緊任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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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書房享受一個人的下午茶 這次的餐具組呢 我覺得很適合喜歡簡約風啊 日系風啊 或者是復古風的人 盤子呢有搖辯的不規則 紋路變化 然後中盤呢 他的盤原是這種潮細盤 所以會有一些高低的不規則感 算是一個比較精細的小細節 那綠色呢 也是這種很復古的墨綠色 非常的有特色又漂亮 任務完成 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這個空間吧 繼續介紹這個空間 那除了收納以外呢 我覺得這個房間主要目的就是 也是一個他們想要換心情 放鬆的一個小角落 所以這邊擺了他的其他兩個拼圖收藏瓶 我覺得他拼圖都好特別喔 而且都很大幅 所以就幫他用了一些就是 幾何的設計 來跟他的拼圖擺放一起 就很像在看那個拼圖展覽有沒有 很特別 他這個植物是他自己挑的 這一盆是孔雀木 其實我覺得這盆挑的蠻好的 因為孔雀木就是 也很適合日系的風格 然後配上背後的木柏葉蓮 木柏葉蓮應該是喜歡日系風的人 都一定會很想要先考慮的一種 穿簾形式 那木柏葉蓮的話 就是你也可以調整他的 葉片的角度啊 來決定他光色進來的多寡 來Nofi知識小學堂 直接擺那麼多植物 來跟大家推薦五塊 適合日系風格的植物吧 沒有什麼問題 首先第一種是客廳跟玄關中間的 馬拉巴利 也就是俗稱的發財術 雖然很常見 但我覺得放在日式的空間 也是相輔相成 很加分 很有氛圍感 第二種是臥帕上面的兔角爵 也是我很常在日系風格裡 融入的植物 第三種則是餐殿櫃上的 窗孔龜貝玉 我覺得窗孔龜貝玉 就是蠻百搭的植物 那日式風其實也很適合 放一些葉片比較深 比較綠葉軟的植物 窗孔龜貝玉就是其中一個 第四種是客房裡的孔雀木 細長型枝芽搭配後方的木柏葉 是不是整個日系的氛圍 就都出來了呢 第五種是電視櫃上的棕竹 是屋主自己挑選的 我覺得也很適合日式的風格 以上五種適合日式風格的植物 推薦給你 來到主臥室 看我那麼興奮就知道其實這是主臥室 真的是我蠻喜歡一個空間耶 你也知道我就很喜歡日式裡面有加一個綠色的顏色 但是我們去那個小套房也是 就是木質日系 然後有加一個榻榻米的綠色 我這次就是也是加了一個綠 而且我覺得這次的綠就是更濃烈一點 就比較像接近那種榻榻米綠 我覺得這樣搭起來的感覺就會很有日系合適的感覺 就是榻榻米房的感覺 所以延伸到床上呢 我就有配一些綠色的枕套來做搭配 這是床墊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是用我們很愛 然後業主指定的晚安奈特 我覺得床區就有好多想跟他分享的 這台床頭的兩邊碧燈 我覺得也很特別 就是那種格紮造型的 我覺得有把外面的木格紮的元素 延伸進來臥室的感覺 除了視覺上的東西 也推薦大家一個秀覺上的東西 就是這一瓶 無印的木質空間香氛 我覺得這個味道真的很適合這個日系的空間 很像進到小木屋的感覺 好啦床區介紹完了 接下來就是旁邊這組大櫃子 這邊呢就是衣櫃兼化妝座 然後我們就是用系統櫃來一起完成 我覺得這一面用系統櫃來做的優點 一個就是把空間利用滿 就是讓手拿集中在這一區 再來就是也讓視覺更一致性 就是讓化妝座還有衣櫃的板材 用一樣的顏色來去把它完成 那有沒有發現這次的衣櫃特別高 不是我變矮喔 是它變高了 跟大家看一下裡面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真的很特別 我們有用那個延伸的衣桿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拿上面的衣服 你就這樣子抓衣桿下來 你的雙袋就可以做嘛 就是做上下層的雙袋 可以掛超多的衣服的 然後我們這次就是 因為業主也有一些長板嘛 所以我下面是留長板的空間 下方一樣有一些做抽屜的設計 所以你有一些比較小一點的衣物 就還是可以收在下方的抽屜 然後旁邊的化妝區 化妝區這裡啊 這個一頓 那時候我們挑好久 挑好幾個 然後最後挑這個款式 我滿喜歡的 它是用這種編織的形式 跟木枝雕的桌子配起來 我覺得也很搭 然後這個化妝桌其實尺寸滿剛好的 就如果你不是真的有很多瓶瓶罐罐的話 我覺得這邊的收納就很足夠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改造案 那其實大家應該有發現 這次屋子裡面有一些 屋主他們的個人物品了 其實他們已經入住一點時間了 我們也來聽聽看 他們入住後的一些心得吧 我雖然現在已經改造完了 但是還是想問一下你們 就是當初 怎麼會想到要找Lofi 來幫你們改造呢 之前我一直都有在追蹤你們 很喜歡你們幫大家做出來的那些工具 我覺得你們最大的特色就是 可以把整個空間 呈現出屋主最喜歡 他自己本身的個性 其實聽到你講這些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們很想要達到的重點 就是希望改造完以後的空間 是完整的交給屋主 然後有他的個人特色 個人生活樣貌在 那我蠻好奇就是 這次整個空間這樣改造完 有沒有哪個區域是你最喜歡的 如果說這個要最最最最喜歡的 應該就是那個餐桌的地方 可以每天生活在這麼漂亮的地方 每天心情都很好 你想問男主人最喜歡家裡的那個地方 客廳啦 沙發愛區是最重要的 你坐著可以看到你所有喜歡的東西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改造 我自己很喜歡這次的日系風 我用到比較多的那種藤邊跟格柵的元素 特別是格柵的元素 我覺得他讓這個日系風格變得更道地 更有味道 很有那個感覺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今天介紹了 蠻多個日系適合搭配的植物給大家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喜歡哪一盆植物呢 可以跟我分享 或是你有覺得其他適合日系風的植物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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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